中国女排备战巴黎奥运会生死之战 决战塞尔维亚随着巴黎奥运会的脚步日益临近 中国女排以齐聚福建漳州展开了紧张的备战工作 7月29日 她们将迎来小组赛的首场硬仗 对手是实力强劲的美国女排 然而在小组赛的赛程中 最引人瞩目的并非首战 而是8月4日晚23点与塞尔维亚女排的生死对决 这场比赛不仅关乎中国女排的小组排名 更是通往八强之路的关键战役 塞尔维亚女排作为世锦赛的冠军得主 其强大的实力不言而喻 尽管近年来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有所波动 但她们依然保持着世界顶尖水平的竞争力 是任何对手都不敢小觑的竞敌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与塞尔维亚的交锋无疑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 需要全队上下齐心协力发挥出最佳状态 分析小组形势 中国女排面临的每一个对手都不可小觑 首战美国女排对方拥有出色的攻防体系 和丰富的比赛经验 中国女排需要拿出全部实力去拼 次战东道主法国女排 她们占据主场优势 势必会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因此在这两场比赛中 中国女排需要力争胜利 但也要做好应对困难的准备 然而真正决定中国女排能否晋级八强的 很可能是与塞尔维亚女排的生死之战 在这场比赛中 中国女排必须全力以赴 争取以3比0的大比分获胜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小组排名中 占据有力位置 甚至有可能以小组第二的身份 直接晋级淘汰赛 若前两场未能如愿 这场比赛就更加成为了中国女排 必须拿下的战役 否则将面临小组赛淘汰的严峻局面 当然一切都取决于中国女排 在前两场小组赛的发挥 如果她们能够连续击败 美国女排和法国女排 那么与塞尔维亚的比赛 将会更加从容不迫 但无论如何 中国女排都需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和斗志 以最佳状态迎接每一场比赛的挑战 球迷们对中国女排寄予厚望 期待她们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再创辉煌 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 更是对女排精神的一次传承和发扬 相信在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女排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最终站上领奖台 为国家和民族赢得新的荣誉 不仅是一场日子 感谢观看